拿著悠遊卡在U-bike站反覆測試 但上面出現的不是亂碼 就是設備異常的代號 民眾趕上班想騎車 卻發現怎麼也無法取車 原來U-bike系統在31號凌晨 出現異常全台6縣市 預估有14萬人次受到影響 其中以營運量最大的雙北來看 就有約10到11萬人次無法使用 很多主人手在這6個縣市裡面 都分頭去搶修 就是他在這個時間的借車 我們不會跟他追腳的 我一定是同窗 這一點使用者真的不用擔心 根據U-bike公司表示 民眾還是可以還車 而預計彰化可以最早搶修完畢 至於出問題的地方 則是因為在進行版本更新時 版本毀損導致控制面板出狀況 但要緊急維修卻只能人工土法煉鋼 打開面板再用筆電插線 更正軟體 一個柱子約要花3到5分鐘 31號早上出動約40組以上的人馬 全面搶修 但全台總共778站 17317根柱子 想要趕在1號凌晨前搶修完畢 全公司緊急動員 但在服務上依然有些小狀況 因為U-bike暫停營運公告的告示 並不明顯 所以不少民眾到了U-bike站之後 把卡片試了又試 才發現U-bike原來故障了 完全不知道是全個系統 我可能以為是這個設備 或者是我的卡片的問題 然後我不可能知道說 原來是整個兩天 我大概不會因為這樣子一個狀況 能夠發現這個狀態 由於U-bike已經是許多民眾 用來短程接駁的代步工具 但沒想到一個故障 導致全台系統都得暫停 民眾好無奈 只能頂著太陽趕緊趕路去 優點TV綜合報導